好来看到不管是从游行还是零传媒的民调显示 现在呢柯文哲似乎要在女性选票方面多多加油打气 所以我们就想要请教发言人李鼎立 鼎立因为过去呢其实不管是民进党或是其他政党 常常会在攻击柯文哲对于性别意识不妥的发言非常非常多 像是评论过妇产科啊 或者是呢对于这些外籍来台湾生活的这一些配偶们 也有一些发言那你如何看待过去这样的印象 要如何从选民的脑海当中洗刷掉呢 好新华好各位朋友好 其实现在呢 基本上听到的所谓的这个诚议论 我们心里还是比较遗憾一些 因为他只是反映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制造新闻的可怕 第二个是媒体事主的重要性 其实这边就可以请问一下新华 这边就会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女性的问题 问着过去有没有失言 有 确实有 但近期针对女性的议题 有没有这方面的失言 老实说答案还真的是没有 其实可以发现这算是一个 对正义也就是民进党这边 非常明显的一个政治所在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现在你看到的过去 所有关于这个柯文哲 谈到女性 比如说特别议题上面 比较政治不正式的地方 多数都在2018年以前 也就是说民党他们这波 算是非常认真地来做考古 又再次地把过去的东西都拷牢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认知作战 你会发现确实造成了一个社会对比 所以再来拆解一下说 最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然后导致说真的很多人 心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成见 以及说真的有被洗脑的一个情形出现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在民进党基本上就是 把过去的事情重新制作包装之后 再置入近期的事件 各位可以来想一下 最近这个相关的事件怎么出来的 包含了我们刚刚说到 2018、2017、2016、2015 可能他们整理了一个所谓的懒人包 做成了梗图 在新闻上面流传 那包含了近期的这场游行是怎么回事呢 OK 好 这点我们也是蛮遗憾的 这场游行毕竟一个从街头起家的一个政党 他们竟然来污名化这场游行 所以他们是在这场游行里面 找他们可以着力的攻击点 所以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们看到了这场的男女比例不太一样 我个人当天也有到现场去 其实以我看到的确实男生比较多 但我们看到的比例也许大概是7比3 但是就民进党他们对外来宣称的部分 可能会高达了9比1 甚至在舞台的这个前一排 确实因为现场看到状况也是这样 男生呢在聚集在舞台前面的话 真的是比较多一些 那女生的话可能就是分散各处 或者说到这个凯道延伸到这个中山南路 那边的话可能这个分部会比较平均一些些 OK 所以他们拿了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来说 原来这些男生会来 女生都不来 是因为他过去的这一些言论 OK 所以他就造成了大家心里面的印象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拿过去的事情重新制作包装之后 置入近期的世界里面 而且再来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真的是很荒唐的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一个街头起家的政党 他现在竟然没有办法接受 在街头发生的民主运动 而且他甚至把男女议题 拿出来做他的攻击点 而忽略了民意的诉求与选项 请问在他们的攻击之下 居住正义跟司法改革 这两项最主要的公平的诉求 是不是声量 以及被掩盖过去了 是吧 再来你会看到说 他拿这些男生来做文章 然后甚至有一些侧义民会在上面攻击 说你看会来支持这样游行的人 都是这样的男生 都是这副德性 这个里面也是牵扯到了一个性别歧视的部分 难道这一些男生 参与这场游行 就必须要被你们歧视吗 OK 我们发现说 民进党他因为有一些学生 考量 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其实很习惯操作的方式 就是贴标签 分化跟模 于是呢 你会发现 近期完全没有针对 女性的部分 有太多的发言 但是却可以把过去的事件 入到现在 来进行一个舆论的操作 风向的操作 至于大家脑海里面会有这样的印象 至于现在新闻不需要做这些的议题 至于说这场游行 会有这样的急流出现 这个也很关乎到这个所谓的媒体速度 也就是大家接收到的资讯 现在看起来虽然是来自很多远 管道非常多 不过大家这个风向 全部都掌握在所谓的党艺 甚至是党媒的身上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的认知真的被洗脑了 我觉得这一块呢 真的是必须要好好来思考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包含讲到最后的 包括来讲到这个媒体速度 我们认为说 其实你一个街头出身的政党 更应该要正视民众的声音 而不是用其他的攻击的方式 来掩盖这场活动的正当性 以及民众的诉求 而且更制造了严重的社会对立 好那么鼎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你说现在呢 这七一流的游行 还有柯文哲的形象 现在都是被其他阵营 操作成艳女 甚至丑女或者是父权威权 忽略了你们原本想要主打的议题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性别的意识呢 像最近MeToo这样一直过来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而且特别是候选人呢 都是小心翼翼的来处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呢 其实根据这媒体的民调 柯文哲的部分呢 还是落后来 这个女性的支持度是出现消长的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吗 好因为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民调的话呢 它其实要看的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不过确实在这个民调里面 我们当然还是看到了一些引流 以及必须要反省的地方 因为就代表说 刚刚的这个对手阵营 这个认知作战上面的一些操作 它确实就像了 所以对于民众党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民调它都算是一个短期民意的呈现 那民众党其实它是非常在意民众的声音的 所以即便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我们都还是会非常认真的看待 OK 这是我们基本上面的一个态度 所以开始我们看到 其实以我们过去的一个 秩序者的一个轮廓来说的话 各位都很清楚 其实在45岁 甚至到45、49岁以下的一个比例的话 其实在柯文哲 以及民众党的一个秩序度上面 还是大同 OK 但是这一类的族群呢 它就像是刚刚其实新化在前面的 有特别提到 他们其实对于这种所谓 风向选举议题 甚至说一些相关内容 实事上面的一个关心 只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的 所以这些人他很有可能会因为 第一个 候选人最近的表现 第二个 最近发生的实力 以及他最近看到的网络上的风向 以及攻击 而改变他现在的立场 尖叫和态度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 在年轻人这一段 其实有一个最高继续度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说 他们很容易会受到一些 相关议题以及实施的影响 那这个部分 也是我们必须要来多做注意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更想 要来强调嘛 就是其实整体的选举人 他不是说一刀结 或者说做到分化就好 就像过去 我们在年轻人的这个部分 游泳高的继续度的时候 像绿营或年轻人的做法 可能就是一刀结 就是这个年轻人跟老人 然后年轻人可能就是 比较喜欢像柯文哲这样的 政治网红 然后可能就是会被 被他的一些行为的影响 你看他开始划分了 就是年长的 资深的跟这个 年纪轻的跟之前的这样子 那最近看到这个男女议题的话 一样也是一刀切 那我们希望说 其实这个社会 它其实真的不是一刀切 跟二分法 因为过去 大家已经看到了说 在蓝绿两党之下 台湾的状况 算是真的是一个极端的二分法 OK 但我们现在希望 去走出一条 务实的中间道路 其实可以从去年底到现在的民调 也都看得出来说 为什么柯文哲自己的一些民众 把这个民调稳定的上升 现在可以稳步在第二名 偶尔的这个民调上面 可以跟这个绿营来做产生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原因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还是希望说 未来的话 稳健的走我们的路 和民众站在一起 然后起民意的声音 我们希望说选举 它不只有仇恨和对立 我们希望共融了台湾 我们还是会有一条 中央的共融的道路 可鼎立目前选战看起来 目前为止来看 似乎是萨喀都的局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白色力量的崛起 也分掉了泛兰的部分的支持率 所以先前传出民进党 这个432的战略 就是赖兴德 目前他制度38% 要冲刺到40% 就很有机会 在萨喀都的情况之下 可以来赢得胜选了 这对于非瑞联盟 像是这个国民党 还有你们白色力量 民众党来说 会不会也是另外一个危机呢 有没有考虑整合这件事 好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合作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理念跟价值相同的话 不排除合作 但这个部分的话 它其实又分不同的层次了 因为总归于总统 地区的选战 区域的选战 都归于区域的选战 意思是说 现在基本上民意所趋 是如何 是不希望在一党不大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一党 独大它衍生的相关的弊栏 因此现在民意所居 多数人它是简单出 三党不过半 因此说在区域立委的 这个部分的话 理念价值相同的话 是可以合作的 如果大家的目标 去朝上了三党不过半 这样子一个目标 来做前进的话 因为它可以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聚合跟监督的效益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我认为合作 只要是这个价值理念相同 当然是可以来做讨论 但重点是 有没有来谈 谁来谈 以及说你的理念价值 跟你的政策目标 到底有没有一致 OK 这还是一个最主要的前提 不过我想选举还是这样 就是以选举来说的话 还是要追求一个 最多数的一个人的支持 所以回归到我们现在 不管是看到民调 或者说一个整合的问题的话 我们还是要努力来争取 最大的一个共识 因为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男生跟女生的议题 也都是一样 因为针对不同议题 可能每个族群 有他们自己的取向 以及关注的程度 那以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会认为说 持续地推出适合的议题 符合民意取向的 他们希望的方向 以及说未来的政策目标是怎么样 因为毕竟政治 他还是有他的理想性存在的 所以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 走下去的话 我认为应该还是基本上 稳健成长是没有问题 那只是说针对对手的一些 相关的操作跟公式的话 我们这边呢 还是持续警惕 持续的注意 那鼎立我很好奇 因为近一个月我们可以知道选举吗 风起原有 那是不是真的有候选人跟你们接触吗 有人来谈吗 OK 老实说 常常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也都是 先戴一口戏 因为老实说 现在状况是这样 外面的风险比较大 但是 让你领导的语言比较小 OK 我们常常在外面会听到非常多 关于整合的问题 关于说要合作的问题 但实际上进到里面来的时候 真的没有那么多 也许在过去 前一段时间 也许大概是这个半个月 一个月前 那个时候 比较多的接触跟风声 或者是比较多人 透过一些我们的民态 来诉诸一些这个友善 放出一些友善的一个讯息 这个比较多 但是后来的话 实际上的接触 老实说越来越少 但是外面的风声 越来越大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谈整合 我们现在在谈 如果合作 甚至有人会 偷出一些在野方面团结 联合一些领导性 但就请这个理想之上 以及谁要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没有人来谈 但是我们听到的外面 非常多一个方式 那要合作的话 老实说 要从何合作起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回到了 这个科文学主席 他跟他说的讲话 其实很多事情 自然之后 也许 毕竟水在 大概六个多月左右的时间 大概一个月 或两个月 有一些巨星会发现 更的明暖 那些大概知道说 大家的总算是如何 但到时候 我们持续的再来 看彼此的步道如何 有没有一些合适可能 或者是真的要通过扬镳 我觉得这也不迟 看起来呢 这个各阵营呢 来谈谈你们是保持一个 open mind的态度 看来后面似乎是 可能还有伏笔啦 那我们也谢谢那个鼎力 今天跟我们分享 民众党目前碰到的攻防 还有所有的危机 谢谢 七十金黄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 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